每個人只要是擁有儲水式熱水爐 我相信他的生日願望都會是植熱式熱水爐 啊酷酷酷酷酷酷 因為我本身 吃著頭髮在我夾著 哇 傷心 一定要小心處理 小心不到 大家好 歡迎收看EG大國際 恭喜發財 左搭右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我是EG 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總之就找多點 今天就是來挑戰拍 Get Ready With Me 今天就是年初一 如無意外 你們看這條影片的時候應該是年初二 大連出門要整理帥哥到底要準備些什麼呢 既然現在有頭髮 手痕又想弄一下造型 今天跟大家拍下 但當然我不是一起床就是這樣的樣子 雖然我也想 我一起床是怎樣的呢 我一起床其實是從... 就是從這道光去開始啦 不好意思啊 剛剛睡醒還有一點點不小心繩 所以我會好像大隻佬The Rock 這樣去做回四套獎上壓先 說一下而已 不會的 我一日的開始應該是這樣才對 沒錯啊 大家應該都是一起床就立即要去拜年啦 說說說啊 星期五出了那條... 那個Cast 裡面是說有多少人是真的十八歲拿到自己的利是 我看到你們留言 你們竟然真的有人是可以拿到自己的利是 我真的心感羨慕 我們現在繼續 因為我雖然現在是多了一些頭髮 但是就不是那些很粗很硬的頭髮 所以無論如何都好 第一步呢 都一定是要去洗頭洗澡的 但是我自己很習慣啦 我不知道是不是壞習慣 就是我會在洗澡之前戴Corn 因為人家有實體店 在兆曼那邊 經常在那裡買的 那些Corn就是come from那裡 快快去洗頭 我真的很想知道總共是要搞多久 好像搞了很久 一說到洗澡 那我也想說一說 每個人只要是擁有這個儲水式熱水爐 我相信他的生日願望都會是直熱式熱水爐 大家看到我都很快手快腳這樣 因為自從龍頭壞 水龍頭壞了之後 換個身後熱水出得多了 搞到快點沒有熱水 現在是沒有一首歌的時間 所以這次的冬天 我洗澡的速度是化得非常多的 那就是剃酥 大家如果有追開我的話 應該記得我用剃酥 但是呢 我唇上的那些皮實太薄皮了 夜夜都剃酥 所以最近就已經變成電動剃酥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小時候看過一部電影 裡面有個男人就說 真男人是一定要用剃酥刀的 因為每天早上都等於用刀 捧著自己的頸 不知道這部電影是什麼 如果沒有人記得的話可以告訴我 但是呢 沒辦法了 剃都算 沒理由真男人夜夜都爆光 所以 小弟最近就已經轉到電動剃酥刨 最初以為看得不夠貼 但原來不是 原來跟剃酥刀真的差不多貼 但是過了就越來越厲害了 如果電動剃酥刀 就即是拿把電鋸來對著自己的頸 那是不是厲害很多呢 現在就夾一下頭 雖然小弟是電亂了 但是呢 我的頭髮 即是屬於電鋸完之後很快就變直 所以自己也夾一夾它 但是電鋸了底 就怎樣都好做一點的 直髮夾 之前是用大大夾的這些 但是那時候真的夾直的頭髮 如果你要夾弯的話 男仔 因為頭髮長極有個泡 大部分 所以還是用小夾 小夾 小夾 就容易做造型 因為夾弯了 現在 我的髮型師最近看到我頭髮開始有些造型 都露餵安慰 即是它是由我沒有頭髮開始剪到現在的 因為 我的髮型師叫Anton 大家可以彈彈一下它 這樣轉 然後尾巴又這樣 勾上去 那就是一撿仔 竹撿夾 那我發現呢 重點原來是在於 即是你不是說要很大力的夾緊它 而是轉的這個彎的時候 給個邊邊去 燙熱一點頭髮 那之後才弯 是不是撩起一點點 是對的 這個時候 我自己覺得夾跨一點 不要緊 因為它始終 過了一會之後 又會變回無暈斷 所以一開球的時候 夾弯一點 是沒有問題的 我自己覺得 這樣夾 最後又這樣 勾上來 對的 因為之前也研究過 一定是 這樣彎再這樣勾 你沒有理由 這樣勾 就這樣掩蓋 應該會變成水母仔 我所有頭髮都是這樣 先向內曲 再向外曲 有時候重手了 就夾直回去 因為頭本身是彎底 所以稍微夾一下 就已經 夠暖 但是 但是在說我們戴小弟最近喜歡戴CaraCon 不是完全脆眼鏡 但客人真的有很暈 gender 但是那個外 об超對擔戀的時候 我本身應該扭少頭髮 在cinue肉夾身的時候 小心 一定要 од ヲ 聯絡手 Foa Bar 不然怎能對抹的一支很好 好像真貴 剛才才知道 戴SaraCon所討主角jähr的紅色 眼鏡沒什麼顏色的話 那就很糟糕了,所以最近就去霧了一條眉 那去哪裡霧的呢,就在這裏放過IG給大家看 繼續夾 小心點,不要吃了頭髮在直髮夾 你會哭的 至少我會,你也知道 頭髮真的很珍貴 這邊夾得挺好看的,個人認為已經 這邊永遠夾得最順心的 因為順手 但是右邊的話,對於小弟來說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剛開始做這些造型 就比較複雜 就要夾得辛苦點 這樣夾 我是有個心得的 雙手儘量保持自己舒服 接著用頭髮去握個直髮夾 這就是個辛苦的 我用頭髮去握個直髮夾 你們很心得 雖然看起來有點弱子 但正常我不拍出來,沒有人看到我怎樣做的嘛 小小藥,自己知道沒所謂 其實很累 話說小弟,現在看起來應該比之前肥 因為冬天又是Bulking Season 主要是吃多一點 希望肌肉可以生得快一點 因為我本身肌肉量不多 所以去到三月呢 三月應該會又再剪 那就應該會比較方法一點 接下來呢,今年的動漫節 我又想挑戰一個角色 希望挑戰到 因為那個角色是需要裸露上半身 那就這樣吧 就這樣吧 搞定 用完的直髮夾都建議 熱的位置就放在碰不到的地方 我經常都很怕燒著一些東西 就這樣拜年呢 就不會足以令我GEL頭的 我GEL頭通常都是去別人拍攝 因為子佬拍攝都比較少GEL 可能去喜慶場合才會GEL頭 拜年來說就不用GEL啦 那就會鬆散一點點啦 我會盡量改一下這個沒有GEL頭 就不斷擺頭的習慣啦 但如果去拜年的話 應該都會噴點香水啦 近來小弟就在用這一隻 GIVANCE 我妹妹給我的 其實是,我自己都沒有買到香水 小弟平時也沒有什麼化妝 將來上鏡可能會開始研究一下遮瑕粉底 但是護膚這個就很重要的 我覺得因為皮膚真的很容易乾 尤其是最近天氣乾燥 那我自己就 真的用了兩三年了 這個牌子 K字頭就是 有個骷髏骨站在店鋪那間 我不太懂得怎麼讀 那我用這隻Cream 因為男生通常都是用這個牌子的 因為男生很擔心 那些Cream就在臉上黏著 那他這隻就比較爽 乾得很快 如果外出的話 我自己大概薄薄塗一層 原來差很遠的 那皮膚是真的沒有那麼容易乾 沒有那麼差的 如果不是就 外出回來後 會發覺皮膚太乾了 929支皮膚就會差很多 因為竟然 IG真的有人跟我說 EP皮膚都不錯 你平時有什麼護膚品 想不到會有觀眾這樣問我 現在上手說一說 我自己暫時來說 都是用這隻K字頭 最後 當然是襯上衣服就可以出門了 不要穿黑蜜蜜蜜 收到 就穿一件卡奇色的蓮武衛衣 Ben Davix這件 我忘記了多少錢 上年冬天買的 褲的話 就是一條Y2K 微感甚重的黑色長牛 這袋也是很多 新年又要穿紅色 OK的 我會穿一件外套 我經常都深信 你出現那一刻的 Jazz Code是中的話 就OK的 你之後除了一件外套 都沒有人會理你 因為今天天氣 我知道都相對地冷 但是因為這件外套 真的好鬼死保暖 在皇國潮特那邊撿回來的 鞋子方面 今次就決定穿 Adidas的 Edith Form Superstar 跟之前的Edith Form Q一樣 都是比較便宜 但又容易襯衣 也是超大的鞋子 所以就買了這一雙 最後 現在就出去拜年了 今年很慶幸 一月就已經有條片 過了10萬view 希望今年我可以 10萬訂閱啦 希望 到現在還差12000 上一封利是給小弟的各位 真的不用說封的 就可以加入會員啦 說真的 加入會員是真的可以 令我出片的密度提升的 很便宜的 跟一封利是真的差不多價錢啦 因為我自己就很少做這類型的影片 今次我自己覺得很新鮮啦 如果大家有興趣 繼續看我 分享我的日常的話呢 就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我就會繼續拍更加多 一個星期總會出一條片至少 每個星期五 都會有一個Podcast的節目 讓大家躺著來聽 記得訂閱完之後 按鈴鐺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有沒有人想學剪片 狂呀 賣心得 剛剛想開始拍Youtube 或者投身剪片行業的你 見過外面很多學校 或者正規課程 其實都沒有專門教一些 剪Youtube的技巧有心得 所以我今次就決定 不是教結他 就把我這8年裡面的剪片經驗 全部group 做一個速成班 放心會由零開始教起 手把手教學 四堂的影片一定學會 除非你太蠢 但你看看我 你都應該知道 不會有可能蠢得過 Youtube的兒子 報讀這個班 你還可以得到 多年以來存在的 超方面剪片素材 另外其實我自己也有很多 Youtube朋友 是很想請剪片的 這也是我自己開這個班的 另一個原因 就是我真的剪不及了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這條影片 留下的Description box 按鈴鐺 報名 多謝 Bye Bye